所以我也在加拿大念書 你剛剛到那邊的時候 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其實在那邊 因為之前在臺灣 我是十五歲 十六歲去加拿大 我那時候發現 其實在臺灣 我們都是一般一般制的 就是國中高中 就是同一個班級 到那邊我會覺得 每一堂課 我們都是自己選的 每一堂課的同學 全部都不一樣 你不會 你要去管說 這一堂課 你要坐在哪裡 每一個位置 因為每個同學 你都是重新認識的 那那一次我記得 有一個衝擊就是中午吃飯 這是我出國前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遇到這麼有壓力的事情 當你拿完餐盤之後 你發現一轉頭 每一個長桌都坐滿人 你不知道 頓時不知道 自己要坐在哪裡 對 就有點像電影那一種 有點像好像剛來的學生 會被欺負的那種心態 我會覺得怎麼辦 我要選哪邊做 然後又不熟 英文又不好 所以一開始可能就是找一些 可能亞洲面孔 慢慢地這樣 可不可以做 旁邊有沒有人 類似搭訕的方式這樣做 結果我過幾次 獨處的時間之後 我後來發現還是要硬逼著自己 去跟別人講話 跟別人認識 所以那時候我就慢慢地開始 一直跟朋友交朋友 然後才發現 其實大家也是滿開放的 對 那時候我選加拿大 我也是多過於美國 是因為聽說加拿大比較多元 大家比較和善 那後來有沒有交到好朋友 有 我後來有交到好朋友 後來有一個好朋友 他剛好他是魔門教的 就是基督教他們的另外一份子 然後後來他非常找婚 那有一次他就邀請我 他結婚邀請我當他的伴郎 在加拿大非常地東邊 那時候我就去 從加拿大中部 然後飛過去他那邊 當他的伴郎 結果後來發現到現場 我是唯一一個伴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伴娘 我是負責的伴郎 都是拿戒指的對不對 結果我到了魔門的教堂 他們要進去之前發現 我不是他們的弟兄 我進不去 我就在外面乾等 然後乾等了差不多 過了十分鐘 有人過來跟我拿戒指 我一個伴郎就站在教堂外面 把戒指給人家遞給人家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非常難忘 就是不一樣的宗教 不一樣的文化 原來會有這樣不一樣的體驗 OK 好 不過你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你反而覺得美國人 其實滿冷淡的 那是因為像亞洲人 就東方人 大家去外面可能加減 我講東方人 販子就是像什麼 日本 印度 日本 韓國 拜斯坦 不管是哪邊來的 就這種東方國家來的人 一般來說 我覺得會有一個基本的 我們覺得這是基本的理解 就是我們遇到一個人 哪怕是一面之源 下次看到我們認到他 會跟他打個招呼 就會打個招呼 對 就是看到 不用聊天再打個招呼 美國人不來這套了 這是我們很意外的 就是那時候 我發現過有一次 我可能跟一個美國人 甚至我上一堂課 就是一堂課 大概三四個月的時間 一個學期 就整堂課 我就可以聊得很深 聊到很細微 到就是我們家裡的事情 怎麼樣 他也分享他們家裡的事情 非常細微 這這麼深入的聊 我覺得都會聊到這麼地步 那不管過了多久 我們應該還是朋友 後來這個學期結束之後 有一次我們在餐廳 又碰到了 看到之後 我看到不打 不跟我打招呼 對 不打招呼 那我就很奇怪 然後後來 後來這件事情之後 當然這是比較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案例 因為那個真的認識比較久 然後後來陸陸續 又遇到一些情況 那之後我又跑去找美國人 問說 請問就是這什麼情況 美國人認為怎麼樣人要打招呼 他說朋友才會打招呼 那我說那我們那樣算什麼 說你們那樣算泛泛之交 對 泛泛之交 就是說你那樣 不算朋友 就是英文就叫 Acquaintance 你只是個Acquaintance而已 就是我跟你打招呼 就是之後聊得很開心 那過之後就不用再打招呼 因為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一面之圓 但如果是朋友 那就不一樣了 就是我們真的會相處 我們真的是 他把你認... 是...就是說 他們對人的這個定義 隨著那個變化會改變 他對你的那個態度 OK 真的是文化不一樣 那仲蕎 你在美國有沒有交到好朋友 有 這個好到 我找他當我的伴郎 你說 然後叫Sam 我們那個故事其實蠻好玩的是 學校就因為宿舍滿了 所以把我們的宿舍安排到黑人區 所以每次回去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結伴同行 然後就一個亞洲人跟一個白人 那黑人區裡面 他唯一白人 我唯一亞洲人 所以大家都覺得他是警察 大家不知道我是去幹嘛的 對 那他人也是 他的故事就比較特別一點 他爸爸就是有點像要頭的感覺 所以他很多都... 農場的事他都知道 我就說你怎麼會知道農場的事 你又不是農場長大 他說我爸為了重大麻 所以把家裡弄得像農場一樣 不要引人注目 那他就為了離開他的原生家庭 所以他跑去當兵 加入美國陸軍 然後他被派駐到韓國 所以他對亞洲人就是相當友善 他也沒有太多的排斥 那我那時候就找他來當我的伴郎 然後那感謝他在學校裡面 跟我們不離不棄 但是他就很正直的一個人 標準那美國正直人 像有一次那考試他發現作弊 他立刻舉手報告老師說 老師有人作弊 然後他說 就你為什麼不檢舉他們 我說我好像沒有你那麼勇敢 對 他們就是那種正直的那個個性 在他們身上會展現出來 對 那他後來畢業了以後 我們都保持聯絡 他要找工作 他需要一個保證人 他要找我去保證人 然後就有一天就接到電話 一個是聯邦調查機構的人 就約我去星巴克 然後要跟我談說這個人怎麼樣 他平常那個有沒有借錢 有沒有賭博 有沒有不正當的兩性關係 對 等於要真信 那就是說美國人也相信 我幫他做了真信 對 然後這個美國的調查員 他本身他之前也派駐過台灣 也在台中 所以等於說 那種美國人與人的互信 我覺得還有友情 我覺得就是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 OK 就還滿有趣的 就是去當別人來當一伴郎 然後我是去當人家的伴郎 那時候這個是我 我是去當這個希臘人的伴郎 那時候還滿有趣的 就是我們一起在美國打工 結果後來沒想到就是 我去當他們伴郎的時候 他才是一個希臘 他們家是一個希臘的島主 然後移到希臘去 我有一個自己的城堡 還滿酷的 所以你們都有當伴郎的經驗 對 我是當伴郎的 好 仲修你還有一個朋友 是印度鋼鐵大王的兒子 我室友 你的室友 對 我是有 因為那時候宿舍 我們是兩個人一間 然後我就跟他 他是武專部畢業 然後一個印度 就看起來就是一個弟弟 他來的時候 他就非常不適應生活 因為我們家有十一個用人 然後十一個用人 一個班 對 然後他們全世界代買到鐵軌 很大部分都他們家做的 所以他們家就都環境 非常的好 他每天就是去看 那個美色網球比賽 然後回來跟我們聊 相當英國化的一個人 那又是他叔叔來看他 那叔叔來看他 我知道說這大勢不妙 所以我幫他叔叔 做家裡面導覽的時候說 叔叔 你看到所有的牛肉 跟啤酒 都是我一個人的 就是要幫他先消毒一下 對 然後叔叔有點那和善 就坐在床邊 開始跟我聊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家族 用濃濃的印度口音 我們這樣子聊了一個小時 你都聽得懂 我一句話都聽不懂 他跟你聊一個小時 等於我們聊了一個小時 那你配合度很高 那我可以感覺到叔叔的友善 那個眼神 可能是邀請我去印度 大概 不等犯人 對 對 OK 好 所以這個交朋友 有各種方法 聽不懂都可以交朋友 好 首恩你是 國中就去美國 對 我國二就去美國 然後你一開始 你說英文不好壓練 對 因為我在台灣 其實就是一個壞學生 就是在課上能作弊就作弊 老師最討厭 總是做最後一排的那個 對 那我去美國前 我老師 國中的班導說 首恩 你這是逃避 我說對 然後我就去美國 所以其實我到美國的時候 我英文非常的爛 然後最主要讓我最可怕 最害怕的一個經歷是 我班上可能上英文課 跟其他的在地小孩一起上課 老師會說OK 好 每個同學一段一段的念 那個句子到我的時候 我是汗如雨下 Today I I g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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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人就開始憋笑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會開始就是那邊 Come on man You gotta be faster 他們在笑我 然後我就 那個是極度的羞恥 又極度的覺得為什麼 所以其實一開始 我非常沒有辦法 跟大家交朋友 然後我自己自尊性又很強 我覺得 大家跟我交朋友 有一些人跟我交朋友 我可以感受得出來 他在可憐我 因為我沒有朋友 對 然後我是一個 話都講不清楚的黃種人 然後我相對來說 我讀高中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多白人的地方 然後這些白人 他們的種族的歧視的狀態 就稍微再嚴重一點 甚至到什麼地步就是 那邊也有一些 特殊教育兒童 比如說像唐士正的小朋友 他們會在學校走來走去 會有一個助教帶著他 他們看到我們就是罵 因為他們不懂事 他會罵 I can you go back to China Yellow man I don't want to play with you Stupid 對 這種東西 其實你說唐士正 但他已經是特殊教育 我們也不能說 跟他罵他 請校長去 對 不行 所以其實就默默忍了 可是其實他是講出來了 其他白人沒有講的話 不敢講 他們不敢講 可是他不懂事 所以他講 這代表他在家裡面 教育就是這樣 對 那所以 你用什麼方式 融入他們的後來 很痛苦 對 所以就是 我有什麼方式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亞洲人 不論英文練到什麼程度 我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 待了再久 待了八年 十年 十五年 他講話還是 今天我會示範你們 怎麼解決這個數目 現在我 這是我的計劃 這是超級數目 講得非常順 單字非常多 可是講起來 你就是個老外 這個腔調就是 對 所以我想說 那完了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有一個 嚇人的腔調 嚇人的腔調 然後我同學都在看ABC 新聞 主播 在那邊教大家 在那邊播報的新聞 然後學最正統的英文 然後我覺得 No 學這個 學不到的 他一百分 我只能學到六十分 那我還是糟的 那怎麼辦 我要去學那一百八十分 對 那結果我就開始看一些 那種非常低俗的 南方電影 黑人電影 從頭到尾都在罵糟話 然後都是暴力 都是性 都是這種電影 每天看 然後開始學他們講話 對 你學他們的腔調 沒錯 最後我終於 統合出來了一個 流氓腔 流氓腔有用嗎 非常有用 我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用流氓腔講話 然後班上的同學 被我唬了一愣一愣 他們會說 這傢伙是什麼人 他看起來不像 帶有來頭 對 帶有來頭 這混哪裡 對對對 所以我靠著流氓腔 對 然後開始慢慢的 在上課的過程中 越來越有自信 OK 我們想聽一下 什麼叫做流氓腔 可不可以流氓腔 配上對下這個英國腔 英國腔 應該是配上流氓 好 讓我們來做這個 好 讓我們來做這個 好 讓你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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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是在嗎 真的 好像 當地人就想說 你不知道這會混哪裡 混多久了 混很久 應該是 這個傢伙有靠山 不要忍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存知道 沒錯 你還認識很多王子 對 因為其實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其實身邊算是 一開始要讀ESL 不知道你們應該有馬上讀過 就是英文不好的人去讀的 然後我身邊就有開始會認識一些 國外也是國外來的同學 有尼泊爾王子 是我最好的朋友 對 那他說的 他說的 我並沒有去驗證這件事情 對 他是 還有一個是鋼果的王子 身體一半是被燒的 然後我問他說 為什麼你被燒傷了 他就說 因為他的那個債子 被反抗軍一顆炸彈炸過來 他的那個 他家子也被轟掉 所以他一半被燒掉 他被保送來美國 等於是逃難了 逃難了 對 然後我最好的朋友 是一個尼泊爾王子 對 然後他跟我說 他上面有十幾個姐姐 然後爸爸終於生了一個兒子 所以他就來美國 然後我說 那你來美國 你要 目標是什麼 他說 結果他在高二的時候真的錯學了 他有實現他的計劃嗎 他有實現他計劃 他開怪手開了兩年 然後買了 投資買了一個加油站 現在生了兩個小孩 然後跟一個非常漂亮的老婆 照片 真的買加油站 都做到了耶 那他是 他可能有合夥人 可是就是 其實就是在美國 我發現很多這些 我身邊有尼泊爾的王子 鋼果逃難的 或者是 從大陸來的偷渡客 對 還有一個男生 我們叫他小胖 因為他從小他的 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他聲音就很尖 然後英文獎勵很差 你不要碰到我的工具 拜託不要 我從中國 但是你知道我很好 所有人都嘲笑他 胖胖矮矮的 聲音又尖又銳 對 結果他高中一畢業 他說他這輩子 我不要再被嘲笑 老子 不要去當個 堂堂正正的美國人 然後他就去參軍 參軍啊 去 結果後來他這個 續訓練了一段時間之後 到了伊拉克 去了過了好幾年 真槍實彈 回來之後退伍了 又高又壯 抽著雪茄 帶著勳章 受到大家的尊重 對 所以其實我感覺很妙 故事也滿立志 你同學什麼人都有 為什麼我大部分 都是一些狗屁倒照的同學 但是這些同學 其實到最後我發現 大部分都是原本的居住地 實在是太Hardcore 真的是條件太差 不論是逃出來的 還是殺出來的 還是拋下來洩出來的 他們最後到美國去之後 都有一個 還不錯的結果 也就是說最困難的那些人 到了美國 真的他們其實抱的心態就是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and freedom 就是美國有一點 有嗎 機會跟夢想 美國就是一個美國夢 你有機會實現的夢想 對 不見得說是大富大貴 可是可能比原本的環境好不少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謝謝你